當然Range這個範圍有沒有 如果假設它錄製應該都固定的 所以如果假如你要把這個改成非固定的話 一樣嘛,這邊就變向下追蹤 哪個地方追蹤 A跟B都可以啦 就是,所以我上面這邊好像有多寫一個叫R 一樣,向下追蹤 所以這個又跟剛剛寫過的東西蠻像的 向下追蹤的話,也許B1也可以啦 B1向下追蹤 所以你會發現,最後的話穿針引線 這個可能要學會這個向下追蹤這件事還蠻重要的 然後這個地方Range有沒有 就不會是固定,因為之後的字 假設會增加,那你變成你這個就不能寫固定的 所以呢,把這個2126 因為它右邊這邊有一個雙引號 表示它已經在最右邊了 所以記得,這個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引號外面ANDR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OK,有沒有應該可以慢慢越來越有概念了 所以如果串後面是這樣 串前面剛好,如果前面本來就是雙引號 那你就剛好顛倒 剛剛是R1,AND雙引號 好,那這樣就可以知道剖C了 最後的話呢,如果假設跑過來嘛 它這邊就有了 然後呢,跑完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B欄就不要了 所以我把B欄刪掉 所以我再寫一個sub 叫做刪除B欄 有沒有,然後最後再加一個autofit autofit就是自動調欄寬嘛 所以再加一個B欄,然後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啦,如果你假設 你要全部都串在一起的話 那最後你可以寫一個叫什麼 大樂透下載 然後呢,第一個先扣什麼 就是第一個嘛,先扣這個 然後再扣這個 再扣這個,有沒有 一個一個慢慢扣 最後刪除B欄嘛 有沒有,就是看有幾段 總共有五段程式對不對 那你可以最後把它變成一個主程式 這個叫主程式 那就執行它就好了 所以呢,未來你在解決問題的時候啦 不可能說很複雜的問題 可以一次全從頭到尾 那當然你像這個如果全部串在一起 自己看都覺得很很複雜 但是你拆開來每一個拆慢慢看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也沒有那麼複雜吧 其實就像現在的3C產品一樣 其實每個每個都模組化了 它絕對不可能一家公司從頭做到尾 它基本上都跟別人買的 買了之後全部把它組裝在一起 有沒有,看起來就簡單的啦 類似像這種概念 這個就... 那最後我們如果要試的話 其實可以怎樣 可以把它射中斷點 一個一個慢慢跑 比如說我今天執行 就執行這個主程式 然後就有run它一下 所以這個run它 它會先跑這個嘛 那我按一個8好了 它會跳到這裡來 那就先幫我做第一件事 就是把1到71頁的這個 樂透彩的資料 全部通通下載 這個比較久 那你可以看到下方它會一直閃爍 表示說它全部不會幫你抓下來了 好,OK了 它可能要個10秒鐘吧 然後刪除不要的列 就這些嘛 那我是用排序的 所以刪掉 再來的話增加6個號碼 6個號碼 再來就是把這邊跑過來 跑過來 最後把這一欄刪掉 自動調整欄寬 有沒有,OK了嘛 最後的話如果你要統計分析說 到底大樂透歷年來哪個號碼最多 我們之前是把這個範圍有沒有 變成一個什麼 定義一個名稱嘛 所以我把游標放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再把這個名稱定義成什麼 叫做大樂透吧 大樂透 OK,Enter一下 這個範圍就叫大樂透 然後再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上面就號碼 然後我這邊已經增加1到49 有沒有 所以你向下拉一下 機率的話應該會算吧 不也一樣嘛 就插入環數 那我們用最近使用過的conif 我範圍就很簡單 F3 把那個大樂透放過來 條件就是這個號碼 有沒有,這麼多的號碼裡面 它出現的次數啦 OK 然後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它這個大樂透裡面 總共有多少個號碼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拿來複製吧 然後if拿掉就好了 這樣就知道說大樂透裡面有多少個號碼 那把它一除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大樂透它的機率了 然後 我們如果要跟之前一樣的格式的話 按右鍵除了格式 那我是用分數 底下是用1萬為分母 所以把它100改成自訂 然後00 這樣就OK 那向下填滿 就出現了 那排名的話呢一樣嘛 插入盤數用那個rank.eq 然後把它的機率放過來 它這個範圍 然後呢,這邊按F4 兩次好了 我習慣是選比較精確的 然後向下填滿 那再來就是前七名 就今天講到的 再把那個前七名 把它放過來 這樣就可以算出排名了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的排名好像有一樣的 之前好像有遇過 就是如果按照 我看一下 1、2、3 4、4有沒有 5 沒有5喔 所以你會發現呢 假如呢 我們用剛剛寫的前七名 有沒有 就是儲存格 那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相同名次的排名 你如果要放過來的時候 會變成它的排名 加1之後變成第5個 有沒有 所以兩個會擠在同一個格子 會把前一個蓋掉 所以這要怎麼辦呢 想辦法 想辦法 所以這又是衍生性的問題 試一下好了 所以剛剛 我剛剛其實重點我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是把它全部串一起 所以剛剛又增加這兩段 這兩段的話 雲端上有 就是這兩段 然後最後再做統計分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統計分析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用那個之前的那個程式來寫的話 會有那個什麼 明示相同 而產生錯誤的問題 就是這樣 那麼容易結束 就算了 我們可以補充的 我們可以補充的 它們可以補充的 但再加上